我来验验营业证 你们要是没有 我就让我的职工来收你摊子 这新屋的地基 是故农王秋社的土改果实吧 门上的对联 也是出自反东右派秦淑田的手笔 那 那不认算是大名 是最米骨头子 这人好多单位和私人 都是买去喂猪的 别人买去喂猪 卖给了国家 你呢 你买了碎米骨头子 把它变成了商品 肥了自己 古老的水乡小镇 还在一片夜色之中 天还没亮 胡怡音就点着煤油灯 早起干活了 一圈一圈碾着墨 白花花的米浆 从墨岩流了出来 清脆的歌声悠然响起 瞌睡一扫而光 随着丈夫端来一盆盆米汤 玉音喜欢这样磨米浆的生活 充实又幸福 就这样一直磨到天亮 待镇上行人多起来时 第一盆由米浆做成的米豆腐出锅了 再撒上葱花 香菜 辣子 酱油 一碗碗美味绝伦的小吃 馋得路人口水直流 全镇的父老乡亲们 都喜欢吃玉音的米豆腐 因为人美厨艺好 大家都叫玉音米豆腐西施 没有太出格的举动 顶多过两下嘴咽 玉音丈夫贵贵是个老实人 每每这时呵呵一笑 一笑了之 小吃铺越来越红火 镇党支部书记满庚 由衷替玉音高兴 让他有什么困难 就跟自己说 不过满庚媳妇不开心 踢了孩子一脚 让快点走 两寨镇长是个热心肠 啥事都跟着操心 眼看王秋社又睡过头了 提醒他别忘了通知大家开会 王秋社这人呢 是镇上远近闻名的懒汉 贫农 地不重脸不洗 土盖时镇上分给他 唯一的地基 还被他给卖了 大家实在看不过去 在镇郊河边 给他盖了个棚房 棚房颤颤巍巍 依靠在镇郊最外围的墙壁上 勉强能住人 通知大家开会 便是这里给他找的柴室 免得他饿死 可吃饱不等于解馋 王秋社偷偷溜进国营食品店 下一秒就被售货员赶了出来 连杯水也没唠叨 国营食品店虽然物资丰富 人却不多 看着街对面火爆的米豆腐 食品店经理李国香冷笑着说 你们以为那些男人是想吃米豆腐 我看他们是想尝胡玉音的身子吧 可店员也想尝尝米豆腐 李国香生气了 我们是国营商店 吃的是商品粮 那是什么 王秋社见占不到便宜 又去米豆腐摊 蹭吃蹭喝 还不忘当着贵贵面 调戏他老婆胡玉音 贵贵气坏 但也只是唾了王秋社一口 还是给他尝了一碗米豆腐 谁让自己当初卖了他家的地契呢 用王秋社的话说 他的那张地契 够吃两三千碗玉音的米豆腐了 百姓们嘻嘻哈哈互相打趣 国营经理李国香突然钻了出来 向玉音要营业证 有许可证吗 营业证 我来验验营业证 你们要是没有 我就让我的职工来收你摊 老谷和满羹猛打圆场 算了算了 算了 都在一个镇上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对 有什么事 到市管会 收拾去说 李国香丢下一句 就知道欺负我这个外乡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 灰头土脸的跑了 他去找亲舅舅去了 舅舅是县委书记 是个老领导 不辞辛苦来到芙蓉镇 要给镇中层领导 做思想工作 你们这里地处三省交界 情况复杂 不少社员 七龙经上 扰乱市场 破坏人民公社的机体经济 看着手里的思想笔记 老领导 尊尊教导着 可笔记里的内容 是李国香画的米豆腐西施 跟镇领导的通奸图 大大小小的会开完 最后该轮到给五类分子开会了 右派分子秦淑田负责点名 富农分子李福贵今天没来 在家吐血不止 尤其孙子五岁的小富农 传达思想精神 满羹警告五类分子 都要老老实实 不许乱说乱动 便把这个月的标语交给秦淑田来写 这秦淑田原本是县剧团编导 一手书法出神入化 被打成右派分子参与劳动改造后 镇上的板报标语便一直由他来代笔 李国香那边不甘于国营经理 他想从政 想为国家做贡献 舅舅一直很疼国香 告诉他别急 调令马上就下来 让李国香去县商业局当科长 米豆腐西施这边 小日子蒸蒸日上 想在买来的王秋社家的地级上盖栋新房子 她是个能吃苦的女人 她老公贵贵 也是个能干的汉子 两人不知流了多少汗 卖了多少米豆腐 终于把新家盖好了 作为全镇最新最大的房子 郡公那天 胡语音邀请了全镇的百姓吃喜酒 就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早已当上县商业局科长的李国香 再次乘坐小船 踏上这座 让她夜不能寐的水乡小镇 看着依然住在城边棚屋里的王秋社 李国香一改往日嫌弃 主动走进破烂不堪的棚屋 李国香声音颤抖 快要哭了出来 同志们 解放都145年了 而我们的土改根子王秋社 他们并没有彻底翻身 这是什么问题 我抓阶级斗争 不搞运动 怎么得了 突然一阵鞭炮声传来 询问王秋社一番 这才得知胡语音正在办乔迁酒 李国香感叹 富的富 穷的穷 这就是农村的两极奋化 王秋社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李组长 这次运动 那是不是第二次脱改 对 就是要重新建立阶级队伍 组织阶级阵线 分清左中右 是不是要分各家各户的财产 老王 动了不少脑筋嘛 不错 第二天 李国香就赶往胡语音新家 看着门前的新对脸 李国香眉头皱了起来 没敲门就闯进屋 看着温馨大气的新房 脸上的假笑 没坚持两分钟 李国香就迫不及待 说出了此行目的 要对各家各户的经济 做个摸底 李国香初步为胡语音家 算了个账 你每须大约卖五百万米豆腐 收入就是五十元钱 一个月六须 收入是三百元 再给你扣除一百元的成本费 还剩下两百元 胡语音 你的收入 可相当于一个省级领导的水平了 胡语音吓得满头大汗 李组长 我们有营业镇的 我们也没有说 你一定就是搞了剥削犯了法吧 李国香笑了笑 又说起了新房的事 这新屋的地基 是雇农王秋社的土改果实吧 门上的对联 也是出自反东右派秦淑田的手笔 还有 梁战主任古艳山 每须都从大米厂 批给你六十斤大米 那 那不认算是大米 是醉米骨头子 真正好多单位和私人 都是买去喂猪的 别人买去喂猪 卖给了国家 你呢 你买了碎米骨头子 把它变成了商品 肥了自己 晚上李国香就召开了全镇PD大会 先是把右派分子秦淑田叫了上来 好一顿羞辱 这就是 芙蓉镇大名鼎鼎的秦淑田 秦滇子 是 是 正好 是 接着李国香画风一转 此人 在五七年 借搜集民歌 编写反封建的歌舞剧为名 向党 和社会主义 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是一个罪行严重的右派分子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 这个阶级敌人 竟然掌握了全镇的宣传大权 这街上 墙上 渠场上 那些革命的标语 竟然都是出自这个反动右派的手笔 这些光荣任务 都是谁派给你的 李国香的矛头 显然是对准了镇党这部书记满羹 好在起初天够机灵 说自己是个颠子 只记得是上集让他写的 至于是谁 忘记了 眼见没达到目的 李国香又将矛头对准了米豆腐西施 我们镇上有一个小摊贩 盖起了一栋新屋 有人指出 他比解放前本镇两家最大的铺子 还要气派 这个小摊贩 两年零九个月以来 累计的存收入是六千六百元 六千六百元 而我们有些干部 却支持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贵贵害怕了 他想把新楼脱手 哪怕少卖点钱也行 谁让我们只有住烂板屋子的命啊 胡语音实在想不通 他们天天早出晚归 米豆腐是自己做的 房子是自己盖的 到底剥削了谁 犯了什么法 夫妻俩想到钱匣子里的一千六百块钱 这是他们一辈子的积蓄 在当时可是比巨款 如果被李国香发现 恐怕要保不住 该怎么办呢 胡语音想到了 朕党这部书记满庚 他是自己的干哥哥 还是朕干部 这钱放他那里更保险 一切安排妥当 贵贵让胡语音前往广西 他在那有个亲戚 去避避风头 可满庚这边睡不着了 整宿整宿抽烟 给满庚媳妇熏够呛 睡不睡吧 别熏蚊子了 蚊子活的也不容易 他看出了丈夫的不对劲 满庚虽然不爱他这个五大三处的妻子 但毕竟是自己爱人 俩人还有三个孩子 在妻子再三追问下 满庚把那一千六百块钱的事说了出来 满庚妻子吓得哇哇大哭 如今这一千六百块钱是烫手的山芋 谁接着谁倒霉 妻子想把这钱处理掉 满庚就气坏了 他不能对不起玉燕妹子 再看妻子还在不停的嚎叫 大有别人听不到就不罢休的气势 满庚抬手就打 可即使被打得满脸是血 妻子依然不让步 半夜三更 满庚点起炉火烧着什么 思绪慢慢回到从前 原来这满庚和胡玉燕 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天造地设的恋人 可胡玉燕的父亲 曾经经营过小客栈 是资本家的女儿 如果跟胡玉燕结婚 满庚就会丢掉当机 为了仕途 最后满庚跟贫农出身的大龄村妇 结了婚 思绪回到现实 第二天一大早 一千六百块钱 就完好无损的出现在李国乡的家里 原来满庚没烧 而是上交给了组织 如今有了物证 李国乡马不停蹄地前往梁站长老谷家 停了老谷的职 让他反省 反省为何会前前后后 卖给胡玉燕一万斤大米 老谷很奇怪 自己明明卖的是碎米骨头子 又不是大米 而且大家都来买 又不是单独卖胡玉燕一个人 自己也没收过好处费 行端作证 他什么也不怕 你一个单身男人 总该有单身男人的收益 什么单身男人的收益啊 天下哪只猫不吃行 李豆腐姐子 可是芙蓉镇上的西施 你 你史书 我和他有关系啊 我能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我能吗 我能吗 老谷气的嘴里这口气 差点没倒出来 你 你 我 我当了你们的名 我脱的骨都给你们看 怪事 你耍什么流氓 好你个老单身公啊 你还要脱裤子 跑 我让你脱 我再快选这大会 我让你当个取救的面 你给我脱 我让你屁的 哎 你 我的战略都付过伤 你 我 我有病 我有病 李国湘傻眼了 原来身为军人的老谷 下半身在战场上受过伤 早就丧失了男人的权利 曾经刚正不阿的铁血爷们 如今被逼到崩溃痛哭 不惜脱裤子正名清白 李国湘不知该如何继续下去了 眼珠转了转 他想到了新的角度 你 胡义音 李满庚 还有秦淑田 党内党外互相构建 左右了芙蓉镇的政治经济 是一个社会存在 实际上就是一个 小低团 贵贵这边不知该如何是好 粮食吃得差不多了 粮战又不卖他米 带着铲子上山挖野菜 却被李国湘认定是要刺杀工作主 而在广西躲避的胡义音也不安生 因为没有芙蓉镇的公社证明 不能逗留太久 只能返回家中 可面映到曾经的新房 早被改成阶级教育展览会所 老谷被关起来了 满羹被派到县里 反省学习去了 而他的男人贵贵 你男人贼大胆 要杀了又行 一个月前 就进了坟地了 胡义音跌跌撞撞来到坟地 哭得昏田黑地 没人搭理他 只有被村民骂作秦滇子的秦淑田 来宽慰胡义音 两人现在是一路人了 秦淑田是右派分子 胡义音则被刚刚化为了新妇农分子 黑五类之一 1966年全国发生了个大事件 人们处在一片红色汪洋之中 芙蓉镇的大字报上 几个大字清晰可见 假左派 破解李国湘的真面目 一直游走在岸边的李国湘 终于在个人作风问题上 失了鞋子 红卫兵鸡一扎扎 为首的 居然是李国湘曾经的得力干将王秋社 这家伙不知道怎么跟红卫兵 又攀上了关系 还成了小队长 带头批斗曾经的李大科长 还在他脖子上挂了双破鞋 这让正扫大街的秦淑田和侯一音 心里舒爽不已 现在李国湘和他们俩都是黑五类了 不许种田 不许有正当工作 只能扫大街 就连躲雨的权利都是不可以有的 如今的王秋社越混越开 他非认自己特别适合当领导 如今的地位比满羹都大 看着向自己汇报工作的满羹 王秋社对自己的未来无限畅想 运动 运动 你不懂运动 运动好啊 等将来我当了县委书记 我提拔你当镇上的知书 我来视察的时候 你可别糊弄我 这福隆镇有哪些痴神 有哪些特产 我轻重 我轻重 而秦淑田这边 依旧是每天三更起床 地嫂子差不多了 叫胡云音起床 做做样子 等天亮 俩人就该回家窝着了 没过多久 镇上又开始敲锣打鼓 张灯结彩 原来是王秋社荣升镇之书 去县里学习归来了 看着满满一桌子韭菜 王秋社感叹 现在人民的生活质量 真是越来越好了 这次去县里学习 他学到了很多宝贵精神 够我们这里百姓 几辈子受用的了 大家太好奇了 是什么精神这么神奇 王秋社一本正经的表示 说多了 你们也听不懂 这次出去 他主要学习了跳舞 说着还不忘给百姓们 演了一段 就在王秋社卖力传达精神时 嘎吱 一辆吉普车停在了镇广场上 从上面下来的居然是李国湘 王秋社懵了 赶紧问满羹怎么回事 运动行政变化很快 李国湘同志的问题 上级搞清楚了 被结合进县领导单子 是县各国会常委 还是 还是什么 还是公社各国会主任 和以前一样 到风筝来蹲点 抓 抓革命 这李国湘还挺轴 就跟福隆镇干上了 坚决做到在哪里跌倒 就要在哪里站起来 王秋社傻眼了 他实在没想到 李国湘这类人翻身这么容易 这么快 这社会终究是他们的天下 我们认真研究一下 好好 福隆镇的运动 要认真抓 要改变面吗 胡怡音这边依旧独守空门 思念和丈夫刚认识的快乐时光 两人结婚 还是秦淑田帮忙主持的 那时她是县文化馆长 还没被批斗 胡怡音越想越气 要不是秦淑田来主持婚礼 后来被批斗 自己和丈夫贵贵 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她让秦淑田 以后不要再帮忙扫地 叫她起床了 秦淑田也很委屈 她也不知道 为何曾经好好的生活 变成了这般模样 只希望天赶紧亮 太阳快快升起 王秋社这边又开始琢磨 得去跟李国湘搞好关系 可李国湘根本不搭理她 看着李国湘门口 晾晒的内衣内裤 王秋社若有所思 时间已是深夜 今晚胡怡音迟迟没有出来扫地 秦淑田进屋一看 胡怡音面容憔悴 痛苦不堪 应该是生病了 秦淑田赶忙煮了点热米汤 这是她目前能找到最好的治病方式了 可胡怡音不迟 她想死 秦淑田特别懂此时的胡怡音 她耐心开刀 事到如今 只有咱们自己看中自己了 忙活一宿 稍终于退了 秦淑田松了口气 让胡怡音这两天憋起来了 扫大街 她来干就好 再看王秋社 去理发店弄了个最闪亮的小油头 又买了套正装 再配上大皮靴 还是自己人了解自己人 李国湘看着特意打扮过的王秋社 还真让他进屋了 声音的寒暄几句 王秋社直奔主题 他发现了阶级斗争 新动向 昨晚李国湘不在 前粮食局长老谷 在街上耍酒疯 骂大街 这怕是又要烦呢 李国湘被打倒过一次 他怕什么 怕再一次被打倒 再一次体会不人不鬼的生活 为了巩固自己在芙蓉镇的地位 两个心怀鬼胎的男女 很快再次达成共识 你不错 不错 看着李国湘如此不计前嫌 王秋社留下悔恨泪水 表示以后一定誓死效忠 成为绝不叛变的一条狗 可李国湘的注意力 早就转移到了王秋社身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 大病出疫的胡玉音 再次跟秦淑田 扫起马路来 这天天刚蒙蒙亮 两人就发现 王秋社鬼鬼祟祟 从李国湘家后窗 跳了出来 第二天 秦淑田就在 王秋社落脚的地方 摆了一大坨牛粪 果然王秋社又微微索索的 翻了出来 结果一脚踩在牛粪上 结结实实摔了个大批堆 躲在暗处的两人 哈哈大笑 这也是胡玉音 自丈夫去世后的第一次笑 天空慢慢明亮 墨盘也慢慢转了起来 胡玉音再次做起米豆腐来 重新燃起生活希望的汤 这次不是做给镇上百姓 而是做给这些年 一直默默照顾自己的秦淑田 两人很自然的走到一起 投在一起前 胡玉音想去看一眼贵贵 在跟贵贵做完最后道别后 胡玉音下定决心 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秦淑田是个浪漫的男人 不论多么艰难的环境 总能让他发现快乐 就比如扫大街 两人开启了公费恋爱之旅 当然两人只能偷偷摸摸 因为经常会有人打扰他们 就比如瘸了腿的盲球社 有爱情的日子 就算一起扫大街 也会很快乐 不知扫了多少个春夏秋冬 胡玉音怀孕了 秦淑田不敢开怀大笑 他只能不断翻跟头 来发现心中喜悦 回到家 秦淑田就开始着手写认罪书 虽然名头是认罪书 但内容是向组织申请结婚 王秋社看完不乐意了 你们是关政对象 不类分子 没结婚这回事 王叔叔 我 我们黑 我们坏 可我们总算是人吧 就算是公鸡和母鸡 公猪和母猪 公狗和母狗 你也不能不让他们婚配吧 王秋社一口水喷出老远 哈哈笑了起来 看着秦淑田的命运 像小蚂蚁一样钻在自己手心里 他很高兴 大手一挥 我回去研究研究 去等消息吧 什么时候批准 可就不一定了 这个消息不算坏 但胡语音已有深怨 这事拖不得 便跟王秋社透了石底 王秋社勃然大怒 当阶级敌人你还偷其莫搞 滚回去 明天我叫人写副白罪子 你自己提起门上去 第二天秦淑田就把白婚对子贴上了 上面说两人是黑夫妻 百姓们都来看热闹 跟哭啼啼的胡语音不同 秦淑田倒是很高兴 用他的话说 管他的白对联 黑对联 红对联 管他的黑夫妻 白夫妻 还是红夫妻 这领导承认就行 第二天胡语音偷偷买了鱼 买了肉 秦淑田偷偷买了酒 买了蛋 再配上自家种的小白菜 一桌丰盛的婚席就布置好了 即使没有其他人见证 两人也很知足了 突然门响了 两人吓坏了 难道被上面发现了 开面一看是老谷 老谷白天注意到了忙碌的两人 猜个八九不离时 其他村民不敢来喝喜酒 他敢 带着精心挑选的鹤礼 送上衷心的祝福 那晚的婚宴 欢声笑语 热闹非凡 又过了一段时间 百忙之中的李国湘 抽空看了看 秦淑田的成亲认罪书 今天他心情不好 小丑一挥 第二天 秦淑田夫妻俩 就被抓到了镇广场上 秦淑田被判了十年 胡逸音被判了三年 因有身孕 兼外执行 也就是劳动改造三年 在一片绝望的氛围下 秦淑田依然没有放弃 他坚定的看着胡逸音 秦淑田的画像种子一样 埋在胡逸音心底 即使怀有身孕 依然顽强的执行 劳动改造 等待有一天 种子开花发芽 一年过去了 冷清小屋 传出胡逸音 撕心裂肺的叫喊 他要生了 还好劳谷路过 将难产的胡逸音 送到了谢礼医院 没有父亲签字 医院不会接生 劳谷在父亲那一栏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并交了费用 孩子顺利降生了 为了报答劳谷 胡逸音给孩子 起名为谷君 有了劳谷这个干爹 镇上倒也没把 胡逸音娘俩怎么样 就这样年复一年 胡逸音不知 扫了多少个春秋 孩子很听话 跟秦淑田一样 是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人 平时不用胡逸音 他自己就能把 整条街 扫得干干净净 时间一会儿 来到1979年 这是个平凡的年代 镇上响应号召 决定把胡逸音 那间新房 和1500块钱 全数归还给他 可胡逸音 并不觉得开心 你们还我的男人 还我的男人 轮船气笛声响起 早已荣升为省级领导的李国湘 甚是想念曾经年少奋斗过的小镇 让司机开小轿车 带自己再来转转 面养到刚刚平反回乡的秦淑田也在 李国湘皱起眉头 他只觉得眼熟 实在想不起对面的男人 是跟自己打过交道 云云众生的那一位 不过秦淑田倒是一眼就认出来 这个改变了自己十年命运的女人 随着秦淑田不断自我介绍 李国湘终于想起有这么一号人 他也不惭愧 反而心疼的问老秦 秦淑田同志 这些年 吃了不少苦吧 秦淑田挺惊讶 没想到李国湘思想觉悟这么高 竟然称呼自己为同志了 他可不敢当 眼见老秦态度不对劲 李国湘脸面有点挂不住 你这次平反 还是我签的字 对 正当手心吗 少不了你这一会 眼见老秦不领情 李国湘自讨没趣 打算离开 也许是良心发现 想让自己心里好受些 一切都过去了 也许 我还能帮你什么忙 老秦笑了 我看 你还没成家呢吗 安安静静的成个家 学着过点老百姓的日子 别总想着跟他们过不去 他们的日子 也容易 也不容易啊 等再次踏上芙蓉镇 玉音头发已经见白 孩子都十岁有余了 老百姓的好生活真正来临 在小镇一片欢声笑语中 依附在小镇边缘墙壁 有如那复古之躯的棚屋 轰然倒塌 跟李国湘不同 运动结束了 王秋社却疯了 衣衫蓝绿的走在大街上 一边拿着曾经的铜锣 一边喊着 运动咯 该运动了 面对这枚大温审 老百姓们是避之不及 同时心里又很清楚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没准哪天 真的就如他所说 又变回去了 我们一定要 提防着点